歡迎快日即場交流資有問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採用我身邊的嘉賓 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副經理 直叫輝Stanley Stanley你好 Stanley先聽聽家庭觀眾方小姐的電話 方小姐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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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選擇三隻狐狸,我想選擇一隻 三隻選一隻,短炒的是嗎 七花三河、七花三、三三二三河、一一五七 七七三、一一五七、三三二三的是嗎 對,太緊編了 現在這個時間的反貨就賺得快一點 短炒的都是,好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中國建造 和中原寵科三個不同的板塊 選哪隻好 真的三個不同的板塊 究竟方小姐你本身 我想問你為何選擇 你會選擇七隻三的 因為比較都比有少人選擇 方小姐 為何你想選擇七七三 為甚麼 七花三說他的目標則有新發生了 因為之前是瑞銀調升了目標價 到十五個二維持買入評級 好,一個月之前就被大行唱好了 但選哪隻好呢 雖然唱好圓而已 但你見他的股價基本上就不一定動過 所以反應 當然你可以說這段時間都動過那部分 但似乎到八個半這個位置 如果你看回中金座新來計的話 似乎都比較開始要有些阻力 但如果是三者來計的話 我自己這樣說 如果以三者的行業來計 如果是強勢的話 似乎都是以157 即中聯重科 似乎形勢上比較樂觀 因為始終你會見到中聯重科本身 其實你看回他之前公佈的業績 還有其實在之後的時間 你見他都是比較做基建方面的情況 而有一個比較強的表現 今天他的股價 可以說初步試一試 十天線這個位置 如果是現格 十天線大概十個一這位之後 都開始有一個比較不錯的表現 所以反應 那個走勢上 似乎都相對來計 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如果你有三者來計的話 似乎我覺得中聯重科 就比較直播率 比較高些 剛剛Fontz你也說到 好像3323 又想考慮 但問題就是3323本身 水利版法 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第四位度本身 其實有利回他的發展 表現 但始終這個行業 仍然都是面對著一個 產能過剩的情況 所以我對於水利版法的前景 始終的看法 都是比較審慎的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有三者讓我選擇的話 我都是選擇一隻 即中聯重科 短線 直播率來計的話 都是以中聯重科唯有首選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這些位置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即是只要你說 後市方面 不跌穿二十天線 即是九個七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其實可以 即是你可以搏一搏 而在上面的話 先以前個位 即是十一個一 這些位置 做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好 方小姐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想問你 我現在這個時候 可以買它 是嗎 如果你真的想一一五七 這些位置其實我都可以考慮 但記住 先設一個指示位 大概是九個七 這上面的位置 跌不穿的話 我見面可以先拿著 是 還有沒有問題 好 謝謝 謝謝你 另外 不如我跟Stanley 看看市場 現在行指方面 跌58點 去到21,751點 其指方面跌83點 高水12點 國企指數 暫時升11點 報10627點 結束了十年升 暫時可以這樣說 結束了 但問題是 來到收市那一刻 基本上都比較難肯定 是否真的會跌 即是不能夠 拆到11年升 因為始終你見到廣股 其實昨天也是 昨天在三點半打後的時間 你都不能夠肯定 究竟 究竟是否可以10年升 其實今天情況 我覺得差不多 但怎樣都好 到行指 升到現在這個水平的時間 似乎 再上升的動力 或者空間 似乎都越來越少 因為本身 你看回就行指 一來是10年升 RSI方面 都可以說 還有一個叫做超賣水平 另外 你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始終都比較多公司公務業職 即是昨天昨天的時間 譬如好像 中行的業職似乎都 令大家有點驚喜 但突然轉到元通 反而大家有點驚嚇 所以變成之下 都令到廣股 似乎在今天的時間 都開始有些叫做 有些叫做升勢 似乎有點移 可能要先休息 所以初步看的話 其實行指 是不排除 可能是短時間 都能開始有些調整的壓力 而初步看似乎是10天線 即現在現時圖表上面 大概是21,400 21,500 這些位置 初步來看都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如果是行指 我都覺得是後市 似乎是一個大漲小匯的格局 但短期裏面 似乎在大升空間 似乎都真的不多 所以短期裏面 似乎那個行指 如果有機會 可能會先調整 如果要買千世 這位才能做一些奶 另外聽聽家庭觀眾 范小姐電話 范小姐早晨 你好 早晨 我想問一下 短炒和中梅能源 買哪個時候 好 兩隻假隻 都是短炒 對 什麼價位可以入 好 買梅股的11171 一日是中梅能源 中梅能源公佈了它的業績 似乎大行長好 因為說到它的成本控制得宜 但兩隻 選一隻 買哪隻 你給我選擇 都是選擇公佈出來 那隻 你說中梅能源 至少在某個業績上面 我覺得是交流公佈出來 也算是不差 但相反 其實你說煙周梅的業績 我反而看得比較 不太樂觀 最主要是在第三季度的時間 雖然煤價的跌勢 似乎都開始慢了下來 但問題是 國際煤價那邊 還是比較有點 而叫做強差人意 而且 始終煙煤 本身在澳洲的發展 大家都比較擔心 它的成本控制方面 似乎都達不到標 所以對於它的業績 我看法是比較悲觀 但怎樣也好 煤炭股本身 雖然這段時間 因為受惠番 之前來講 循環島的煤價 開始反彈上來 而且剛剛好 之前是因為大循鐵路檢修 所以 導致煤的供應量 稍微受影響 但要留意大循鐵路 現在應該接近重開 而且第一次 煤炭的走勢上 雖然是回到第四季 傳統上是比較旺的季節 但問題是 但是你見到煤價的升幅 那個升幅 似乎還是比較猛 反映電廠本身 似乎的庫存率 亦都比較高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煤炭價格方面 我自己覺得 可能到十一月份的時間 煤價開始有機會倒跌下去 所以這個板塊 都只要短炒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那 煤能源這些 我覺得相比之下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似乎 這件事的形勢上 都不是這麼樂觀 所以反而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我暫時建議 如果有機會去 下回7.4這個位 你可以考慮一下 初步以之前的高位 即100元這個位 為一個目標價 因為你見到8元這個位 其實兩次到這個位 都下回 都發現這個位的 座力其實都挺大 所以我建議 都是建議 7.4左右你可以買 上網回8元這個位 下面的話 先建議7元的指示位 還有其他問題嗎? 范小姐 我要問一下 東風買不買得過 東風 東風的 是想買 489 好 見到現價9.97 今天跌了9先下來 汽車股方面買不買得過 說真的 汽車股 博一個第四季度 有一個好的表現 這個不反對 但問題是 東風似乎 那個形勢 都真的不是那麼樂觀 可能都是 上險東風 所以變所之下 你說真的 走勢上 我又不是那麼建議 反而如果你想買的話 如果你在汽車版法裡面 都是敲回那兩隻 這個就是華神 和長城 就是2333 會比較好些 范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下一位家庭觀眾 是李小姐 李小姐早安 你好 早安 我想問一下 2722 重慶基電 我一個一毫八買的 我想問他的走勢 好像是否偏弱 如果到假 平手都要出去 好 今天最高見過一個一毫八 現在一個一毫半 暫時在捱三仙的價位 重慶基電 今天有所回吐 要不應該先走去 你問我的話 似乎如果你是兩隻 剛剛有之前的時間 街令館長都問到 就是157 其實兩隻走勢上 其實這段時間差不多 因為你看看 例如重慶基電 本身 你看到他的形勢 都是之前的時間 抄一抖上來 這段時間 抄一抖上來 但問題就是 你看看 以近的走勢上 其實他的形勢上 是稍為比中聯重科為差 反映 如果兩隻讓我選擇 中聯重科 我都覺得 在重型機械股裏 是首選 但你看看 重慶基電 似乎 現時的形勢上 是真的差一點 但初步看 大概20天線 即是綠色線 一個1號2 暫時看 應該也有個不錯的支持 所以我建議 家庭觀眾 如果你有貨的話 暫時 一個1號2 再去指示位 跌不穿的話 我建議暫時先拿貨 但平手走的話 我都不反對 如果你有機會 打上去的話 我寧願你 平手走了之後 你將資金 互馬去中聯重科 可能更加適合 直播空間 也會比較大 李小姐 你是不是再想問其餘兩隻股份 是的 平保 我60元買的 是 不見他這幾天 就賺了64元 即是很快 又走不及 但我應該是偏個位 可以去沽了 因為期止結算 我怕他有時候會負跌下來 是 60元買現價 62.8元 其實都有一定的水位賺幅 今天最高見過63.5元 說之前在高位64元 沒有走的話 期止結算 令到平保的波幅 會不會大些 其實結算 我沒有害怕 反而怕是業績 因為本身公司在30日 都公佈了業績 如果你看回 之前兩季的表現 其實是有點而令大家失望 在表現上 其實令大家有點而叫 擔憂之後的發展 當然公司也是 平安銀行 之前都公佈了業績的數據 暫時是不差的 但大家會比較關注 始終是本業的情況 因為在頭兩季的時間 印象中 新業務價值的表現 是做得比較差的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會比較關注 但如果你看回圖表上 其實你看看平保 形勢其實不算 甚至乎 你看回現在 基本上 都是一個上升通道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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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因為畢竟如果你看回圖的話 這個位置 基本上幾次都會升不破這個位置 所以我建議家庭觀眾 如果你有課的話 如果再有一次 如果下次再試這個位置 而跌不出 而升不破這個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 先能在這位置 即是指責來搶 下面的話 都以上升通道底部 這個位置 即是62元這個位置 作為一個指責位置 好啊 李小姐 你想問一下中移動 是的 中移動 我想問一下 我都是84元左右買的 是 他昨天去到那個 差不多88元 但是今天又跌回來了 會不會再有機會衝上去88元 會不會可以沽到鳳呢 好啊 現價跌一毫下來 暫時會少少 其實84元買都有利潤在手 中移動為什麼那麼害怕 這次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不用怕 拿著貨 這次我看得比較樂觀 這次我反而覺得 在其他股份身上的話 中移動是比較穩固的股份 加上他拍攝也是比較吸引 所以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說 當然如果你短差 零計 但你打算長拿的話 我都建議 你買的價格也不算差 所以我會覺得 不妨先拿一段貨 好啊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下位家庭觀眾 邱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 邱小姐早安 你好 早安 我想請問兩支股票 第一 我都沒有貨 我想問一問 第一招金100-100元 是 什麼位置買入呢 麻煩你 好啊 先回答你的招金 現價12.76元 暫時回錄 國際金價方面 企穩在1,700美元上 大家都憧憬著日本的量寬政策 是啊 但如果是招金的圖 說真的 真是一般 如果在圖背上的話 似乎現在正在做圓頂 原頂 所以形態上 似乎真的 不是做得那麼理想 所以反而 暫時 比較關鍵的水平 應該先看回 50天線 是12.25元 比較關鍵的位置 我建議 優小姐 如果你真的沒有貨的話 暫時都不要太過急著 我覺得反而 忍耐有機會 回視12.25元 這個位置 如果頂得住的話 才再考慮到未遲 因為如果有這些圖 車窗圈圓頂的形態 似乎形實 真的不是那麼樂觀 而且一旦 跌穿這個頂線 可能會出發另一個跌浪 所以我反而覺得 你先看能否守租12.25元 守得住的話 你再考慮到未遲 好 你想問哪一隻 優小姐 914阿威海浪 有貨的 想看什麼周圍買入 現隔25.7元 暫時回到超過1% 水泥股什麼位置入比較好 說真的 假設我覺得很一般 如果你想買水泥板塊 似乎第四個位 都是減回環水泥會比較好 133會比較好 因為始終 你看看 阿威海浪那份業績 其實都是 你可以說是預期之內 但始終你說 對於水泥格格的影響 即產量過剩的影響 其實還未浮現出來 而且始終你說水泥格格 在華東、華中地區的話 似乎升勢 都不及到華南地區那麼厲害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想炒水泥板塊的話 在第四個位 都是考慮反應者 就是華南地區會比較適合 好 華麗的話 什麼位置入比較好 事實上華麗的影響走勢上 都算是相對力比較強 比其他水泥板塊的股份 都算是比較強 而初步看的話 似乎在10天線這個位 支持力度相對比較高 所以只要守住這個位置 我覺得不妨在這個位置 就是4.95元買入 上面的話 都是以5.4元 或者短貨的目標價 下面的話 4.75元 就是一個指示位 4.95元左右 就是買入價 謝謝邱小姐的電話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Stanley 剛才說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好,謝謝 稍後回來 就是發達廣場環節 有第二位分析員 和大家看著大事表現 稍後見